吳鳳接到了一位朋友的電話 說在北海岸 有一個國際級的美景 要帶吳鳳他們去瞧一瞧 到底是什麼樣的美景呢 真是太令人好奇了 吳鳳哥,你真的很舒服耶 是啊 台灣的北海岸 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形 其實可以說是世界文明 你看 從那邊開始來,你看 整條路都是一個 你看特別的地形 山,海都在那邊 很美 所以這裡風水會很好 所以這裡風水會很好 你不是說有人會過來 有啊,有啊 他應該在 應該在這裡吧 欸,我朋友來了 接下來你要帶我們去看的地方 就是一個國際的景點 是 那是一個名字叫做 神秘海灘的地方 最近好萊塢有一個大導演 原來我們都很群聚 那一部電影就叫做沉默 為什麼是飛機 哎呦,現在的時代啊 一定要有一些高科技的朋友嘛 哈囉 他真的很厲害哦 真的嗎 你問他,隨便一個問題 他會告訴你 未來,股票,樂透都可以 真的假的 可以啊 那我要問囉 那我的Hashtag祕珍集 這一次會不會大賣 喂 你看,你看,你看 大賣啊 不是我說的,他說的 好,那我再問一個 我再問一個 我的5月28號的演唱會 你會不會來 喂 他一定會來 他這一次就帶我們去玩 是啊,他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帶我們去玩 他今天帶我們去看國際的景點 我說女神 你也真的是太單純 太可愛了吧 這次要帶我們去尋找秘境的 是這位空拍達人休伯特 而他要用最高的視角 帶我們去一探這個位於金山的美麗秘境 然而在看到這個美麗秘境之前 我們必須先經過這片神秘海岸 這片海岸的寬度較窄 因此再長潮石就會消失 所以才有了這個神秘的名字哦 像我們看到的這裡 這算是神秘大灘這邊的 好漂亮哦 漂亮嗎 超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而且我剛剛看到好多紋路 都是天然的是不是 是 所以這邊就是因為沒有遭受到 人工的破壞 所以現在才這麼寒 而且好乾淨 對,非常的乾淨 不過這裡是應該是 剛好是那個入口吧 對,這是入口地方 進來看到的風景是這麼美 對 那裡面呢 裡面更漂亮 還有裡面 對 有啊,還在那邊嗎 還在那邊 我們等一下會經過一個山洞 這邊竟然有山洞 山洞嗎 對啊 可是剛剛的這個堤形跟這裡 我們沒有走開球 就完全變了 對,完全不一樣啊 因為這邊靠海岸 所以長期會有海風 也是情形 我們是真的叫海水洞 但是說真的 剛剛的地方 這裡是很小人 很小人知道吧 對,很小人知道 很小人知道 對 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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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叫神秘海 不可以讓人家知道 所以我們不要補出好不好 對 不要讓大家知道 可以哦 對 喂 你們三個別太過分啦 這麼美麗的地方 怎麼可以自己獨享呢 話說這個海石洞 在當地 被稱作是一線天的巨石隧道 通過這個隧道之後 真的是別有洞天啊 而我們也離神秘沙灘 越來越近了哦 沿著岸邊生長的綠色青苔 是只有春天才會出現的 季節限定版美景 而放眼光去的岩石 猶如自然彩繪般 線條紋理非常的優美 這是因為受到板塊擠壓 加上海水的侵蝕 而自然形成的哦 哇,你們要小心一點 好,有很多螃蟹哦 對啊 各位 小心這個要花 真的有那種 好多螃蟹,你看 樹舞的風濃 冒溪天驅驚的感覺 它是豬八戟 是豬八戟 是豬八戟 它是豬八戟 明正 有明正 小 小文靜 你看 什麼好像 很像 我說攝影大哥啊 你就別身在浮中不知福了 能夠跟女神 一起去西天取機 就算要我當豬八戒 也願意 這片海岸 擁有非常豐富的海洋生態 一路上 我們也見到了許多 然而 顛簸的沿岸 我們也走了一段時間 看來目標 應該就在不遠處啦 明正,你看一下 你怎麼會到這邊來 你沒有為了你啊 我不是為了你 我不是為了你 你們剛剛完了嗎 完了 好 全了 這個地方很漂亮 可是妹在哪裡啊 妹在那個石頭啊 基里啊 Ticture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 你看路 它的溫度 好漂亮 然後那個地方有那個 湯 也不輸給老妹對不對 他跟我一樣有戴這個 很專業 沒有,我覺得 他比較專業 你看這個是孫悟空 這個是最好用的 我說大自然 對,最好用的 其實台灣繞一周 你會發現台灣怎麼這麼美 台灣有山有水 而且你從陸地到山上 距離又短 對 四季 比較方便 什麼都有 沒錯 阿姨們可都是行家啊 台灣真的是個美麗的寶島 像這裡的地形 有山有海有沿岸 也有沙灘 這可是世界少有的呢 難怪連國際大導演 也為台灣為之青島 過了這個彎 老吴好像發現了什麼 明珍你看 這是剛剛大家接受的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煮台語 兩個蠟燭嘛 兩個蠟燭 你看 真的有像耶 我覺得好像是那一種 燒不完的蠟燭 很特別 你看 右邊 左邊 什麼都沒有 中間就是一個 土土的一個 兩根蠟燭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像船 很像耶 有一點比較小的那一種 但是外面的船沒有辦法進來 你看啊 看到了沒有 海邊那些你看 地形很特別 石頭 很漂亮 來 我們看一下前面喔 太棒了 我的天啊 太棒了 抓妳完 就不要了 太漂亮了吧 這就是衣服 衣服 是啊 你看那邊的沙沙 一個小小的 好像是那個什麼 無人島 無人島 類似無人島 無人島 很漂亮 真的很美 怎麼辦 我很期待空派出來的畫面 沒關係 以前在台灣 我們叫的是Uber 現在叫的是Huber Huber 不好意思喔 Huber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妳拍那個畫面 我們會不會衝下來 可以啊 真的可以看到很清楚耶 對...這個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我們的位子啊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這裡 對... 有看到我們耶 什麼邊啊 你看 你看... 有... 哈囉 妳看 妳說的馬爾蒂夫 就是這個啊 真的 很漂亮耶 就說它像馬爾蒂夫 太漂亮了耶 一模一樣 不漂亮的 真的超漂亮的喔 妳看一下旁邊 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眼飾太... 真的很美耶 很美耶 有沒有辦法稍微 靠近一下這個海那邊呢 對啊 妳看... 好輕喔 這是剛才說的那個 無人島那邊 真的喔 台灣怎麼那麼美 真的 其實妳知道嗎 台灣非常的漂亮 但是有的秘境呢 連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跟你講喔 把這個畫面喔 跟馬來西亞的人說 我現在在馬爾蒂夫 很多人說 對 這裡是馬爾蒂夫 沒有啊 這裡是台灣的北部 OK 很美喔 好冷喔 這是現在我們看的是 不是妳以前錄影過的喔 不是 現場的畫面喔 對... 你看 越高越美 現在可以大概高度會卡到多少嗎 一百...一百二十公尺 哇塞 妳看超過一百的 看一下這裡喔 這個美真的無法用眼影形容耶 真的妳看一下從這裡來到下面 妳看有很多... 妳那個石頭嗎 妳在石製石頭嗎 對啊 原石 很美耶 這是一個原石啊 很美耶 妳看到了沒有 前面的這個石頭的地形喔 對... 上面完全不同喔 而且那邊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沙灘 妳看到嗎 妳看 還有一個小小的沙灘在那邊 就是妳以前啊 怎麼辦 我又愛上台灣了 台灣美麗之道 它的美真的很難用言語來形容 孤立在海中央的竹台雙語 奇特的外型卻有著獨特的魅力 透過空拍來看這美景 蔚藍的海水 遼闊的風景 更是令人感動 真心的推薦給大家 一生一定要來一次 然而這片美麗的海岸 還需要妳我來盡力保護 才能讓這片美麗的風景 永遠的流傳下去喔 Herausforder Whatever 無法證明 可等了 我們可以收 abra 集填 出貨